当对手压我们后场 非常难受的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你的力量差距不大 完全可以通过平高球来还击 采用跟对手同样的策略也是一种思路 高远球打的话机会少不了 在大部分情况中得后场就得天下 当然总会有力量更大 技术更好的人 顶不过对手怎么办 这时候就应该转变思路 找一些球路的调动来摆脱对手 大对角前后调动都是好方法 关键在一个活字 球场瞬息万变 灵活的战术才是制胜法宝 学会了赶紧去实践吧